诗制片以丰富的实物经验 分享媒介建构润 意志形态 符合 主体性与自觉等基本观念 带国中生懂得看事证 讲道理 还要用行动实践批判 那这次很高兴可以来国中这边 来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如何辨别假新闻 如何辨别这个假讯息 现在的因为媒体讯息很多 所以我们不管是小孩子也好 或当然也好 当你收到一个讯息的时候 你都要有这个权利 跟这个义务去做查证的动作 传统媒体可贵之处 一部分在于严谨的守门编才分工 由于网络媒体原则上也应该如此 但因为竞争激烈和彰显及时 又急需狗粮 还得争取读者留意 就很容易欠缺查证 我们只要用正常的思维去看待这个所谓下的对标和内容 那就可以去辨识说这一则新闻它夸大的部分在哪 那它实不实在 我今天在这堂课中最大的收获是如何辨识假新闻 在确认新闻的真实性前不能随意转传 标理性较夸大的通常都是假的新闻 第一点就是要保持怀疑的态度 然后要去查证 像我之前有接到一通电话是诈骗集团打电话过来 他就跟我讲说我爸妈的那个银行账户有什么问题 然后呢我就说好那我等一下去问一下我爸妈 然后后来电话就挂掉了 然后我就打电话去问我爸妈说是真的吗 他说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 然后这件事让我知道就是要就是要去查证 不要随便相信外人 现在的资讯实在太泛滥了 那真真假假 小孩子也不能辨识 所以有这堂专家来讲说的话呢 就让孩子更清楚 原来这种假新闻 你可能需要经过思考辨别批判 你才能够真的去相信他 然后不确定的消息 不要随便的乱传 而如果你截图的话 也可能会造成一些的困扰 可能涉及到法律的责任 那我们非常谢谢呢 今天这个有这个机会 我们让我们的孩子更多的 培养这种媒体试读的能力 透过媒体试读的课程 教孩子成为耳抽目迷的月听众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